繩索 你要多長的 你要多長的 二十米二十米 外廠人員警釘下方 隨時控制繩子長度 下方人員扣上繩索 下到直徑大約八十公分的韓館內 到十公尺深的地方搜救 兩名工人受困韓館意識不清 下方進擊加派人手全副武裝支援 小心喔 不要急 接著他們小心翼翼 將傷者吊掛上來 進擊抬上床背板 男子意識模糊 一動也不動 到院後昏迷指數只有三 經濟送進加護病房 抢救施打解毒劑 推端出來是早期硫化氫的中毒 處之之後目前兩位 都已經清醒過來了 一共四名工人中毒 兩名插管治療 另外兩名男子緊頭暈冒汗 自行脫困後沒有生命危險 事故起因自來水公司 在台中被囤台鐵高架橋下 進行地下管線施工工程 四個人先進到韓館內 進行抽水作業 解決水管積水問題 沒想到館內疑似有沼氣 導致他們紛紛中毒 根據了解當時四名男子 進到下水道後 二十分鐘左右就發生意外 其中兩個人一開始 昏迷指數只有三 經過急救後恢復清醒 整個過程就像在鬼門面前 走一回相當的驚險 記者聯兵 謝雲珍 台中採訪報導